音樂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夢想街57號 我也是李冠儀 車不只是交通工具 車還是一種社交名片 同時它也是一種精品配件 那也是什麼樣的車 可以呈現出這樣子的感覺呢 這些車台灣都有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在台灣這種精品級的車款 但是什麼叫做精品級的車款 我們要問問細節控的艾大 其實這很有趣 定義非常的廣泛 因為以前車子 只是一個移動的載具 A點到B點的一個移動載具 但後來變成大眾交通信息工具 你現在看那一台公車 可以坐上二三十個人 那怎麼稱之為精品呢 其實很有趣的一個點就是說 以往就是我們在講車子 就是剛剛講的 移動的一個過程的載具 但是後來你會發覺 有一些人週一到週五 天天開不同的車子 這車色還搭配他的服裝 或是他的今天的造型 他如果是去打高爾夫球 跟他去打網球 他看到車子可能還不一樣 所以車子就像冠儀所說的 以前我們在講說 車子也是一個人的社交名片 現在延然車子成為了一種 所謂高級化的人身配件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什麼樣的一些車子 比較容易被歸類在這一類型 精品的這個定位上面 那通常是屬於小車 我們首先可以看到 菲亞特500 那跟這個Mini的這個Coopers 那以這兩個車來說 其實都是在二世世界大戰之後 能源危機之下所誕生的產物 要什麼 要能夠坐四個人 要能夠很省油 然後車子要小小台的 不要造成很多製造商的成本 困擾問題 但是意外的這一些 古樸的造型 古時候的這些造型 在當年就立下了這種所謂的風潮 大家覺得說 這車so cute 好可愛喔 然後呢 甚至像Mini 菲亞特500 都有參加過非常多 其他一些這些賽事 讓這些車子呢 獲得了很好的一個這種 所謂的證明說 雖然我小 雖然我空間小 車子小 動力小 但是我一樣 可以有很好的一個性能表現 尤其在這個電影裡面 這些車也常擔任什麼 擔任躍腳 因為它可以凸顯 一個演員 這個角色 他開這個車子的時候 他會覺得特別的有趣 像豆豆先生開的Mini對不對 甚至我們有一部電影 去搬金塊的 也是用迷你車 來去做這個主角 因為它可以行駛在這個 軌道上面 那當然菲亞特500 有很多的這種電影 也曾經使用它 來作為擔任車子的角色 那時至今日呢 這些車子還維持著原來的傳統造型 這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雖然我們講Mini還是維持它原來的造型 但是它說實在進化了非常的多 甚至它已經駕到了德國的B&W去 雖然它是英國車 但是它現在即便它的骨子裡 就是一部B&W對不對 但是它整個內裝外觀的設計上面 還有一些可玩性 可操作性 通通都還維持著非常多 英式這種幽默的一個元素 或是英倫風的一個設計 包含了這個布料的材質 這個皮革的用料 甚至在車身的外觀上面 還有很風趣幽默 你知道嗎 到現在它還都要維持 卡丁車的那個儀表版有沒有 我的車現在都還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飛亞特500也非常的特別 它是屬於這個非常小 到現在也衍生出了進化版 它也跟非常多的品牌做的聯名合作 譬如說它有法力的版本 它有Maserati的版本 甚至它還有這個很多性能版的車型 也是用飛亞特500 現行款這個機體來去做打造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說 我花一百多兩百多萬買一個這個小車 可是成為我身邊的一些配件 而且它是可以代表我的一些個性 就是像漫畫裡面也有那種 很雄壯威武的人 坐在一個小迷你車裡面 出來的給人家那種衝突感 就可以塑造出個人的性 所以我們說這樣的車子 通常我們會稱之為精品小車 而且變成什麼 變成人啊 時尚的一些配件 好 但是這都是這個 比較大家耳熟能想的吃飯 我們現在來講講另外兩部車 非常有趣 首先來看到Alfa Romeo的Jr Alfa Romeo是一個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品牌 它算是高級品牌 但是它的這個車型車種的售價打擊範圍 那就非常的廣 從四萬歐元到三百萬歐元 你都有相對應的產品可以選擇 甚至像這個最入門的Jr 這個就是現在時下當到最流行的 跨界小修女CUV的概念 前陣子還惹得這個意大利政府不爽 是不是 惹出了一些新聞 迫使他要改名 因為你沒有在意大利生產 你怎麼可以呢 這個用上跟意大利有關的這個名稱 所以他把他的車名又改成了 之前叫米納羅 對 叫米納羅 那個就是米蘭義士 所以他又把它改成了Jr 那其實是滿有趣的 還很好這個車子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非常的有造型感 那是其他的車子 其他的車子很難得 很難有這樣子的一個這種 視覺感受的設計 跟它獨特的一個操控魅力 所以就是我們講精品 就是它不同的獨門的設計的感受 在這一台車上 那剛剛講到現在 你會發覺所謂的精品小車 我們通常都會在歐洲車上面看到 就歐洲人比較幹得出這種事情 但是現在在日本車上 你也看得到這個Nissan的Note Aura 這個車子其實是一個 小改款的車型 並不是所謂的全新誕生 但是在它小改款的車型 推出之後你會發覺它 它整個往精品小車上面去邁進 尤其這個車頭 你看看像不像這個最新款的 這個V-Motion的 電車的那樣子一個 Aria 對 這樣的一個設計有沒有 有像 有像 前面這個大V 然後那燈跟V結在一起 這個日行燈又是一個 雖然不是史上最長 但是跟那個長得很像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它是一個 所謂的小車式的設計 然後你看它在這個輪弧 下擺的部分 一樣做了這種銅色的烤漆 所以是走Urban的都會風格 那在都會中行駛 小車其實擁有非常多的便利性 最主要的是很多小車 內裝都相當的陽春 其實它的內裝設計 你看看有沒有 它的用料 用不同的面料的組合 甚至中央這個 中船的部分也全部有 各式各樣的皮革的包覆 而且你看看 你上它竟然它在這台車上面 那個頭枕上有BOSS音響喇叭 用上的是它的當時那個 JUKER的那套設定有沒有 所以就是說雖然它是以一個 入門小車的定位 但是它還是可以 把內裝做得非常的豪華 尤其它現在搭載的 又是E-POW的一個 這個動力系統 所以開起來是一部 純電車的駕駛感受 而且你又不需要去擔心 所謂充電的一個需求 最主要剛講 而且它是E-POW 內裝又很高級對不對 然後它又是外觀設計 又還滿精品化對不對 它的價格非常的友善 它有這個單馬達的前輪驅動版本 也有這個可以選配雙馬達的 四輪驅動版本 在這個當地的售價 大概就是五十萬六十萬而已 你說友不友善 你說想不想要 真的很想要 希望能夠有機會到台灣 對不對 好 謝謝艾大 但我們看到這些精品級的小車 但是講到精品 其實我們就不得不想到 這個當中的翹楚 法國人真的很會設計 很精品 而且有很市場的車款 對不對 亞克 沒錯 所謂的這個精品 它就是這種產品 你在做比較精緻化的包裝 對 它就成為精品 所以其實這一台 我們看到的這一台 Reno E-Tech這台車 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其實從字面上可以看出來 它就是一台電動車 OK 一台都會取向的電動車 而且它的這些設計元素 包含我剛剛講的那種小巧 然後方正 方方的元素 而且它的這個直立式的尾燈 就是這種雷諾五號的 這個經典的這個設計 對 然後這一台車 它電動車 可是它的車長其實不到四米 就是非常小台的一台車 不到四米喔 對 大概3.9米左右 那不就是跟我們現在台灣的 Piconto 差不多嗎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這種小小的車 然後因為它的車子小 所以說它搭載的電池 其實也是比較小的電池 它有兩種電池的版本 一種是四十千瓦的電池 另外一個是五十二千瓦 它續航力各自是 大概三百公里跟四百公里 可是你說雖然看起來不是很多 可是都會使用的話 其實說錯有餘 然後它三種動力設定 從九十八P到一百五十P都有 所以就是說它這台車 就是走的就是一個比較 親民的這個路線 因為它這台車在歐洲 它其實售價大概是2.5萬歐元左右 所以說其實你說它的外型 其實很精緻化 很精品化 可是你入手其實並不會說 要那種比較高的價錢 才可以入手 其實也是算一台就是 人人都可以入手的精品電動車 可是講到這個 我們再來看這個廣告 什麼叫給你看但是不給你買 這個廣告就有趣了 我們如果說看這個背景 其實好像看不太出來 這是什麼地方 可是其實這個場景 是在美國的布魯克林區 OK 對 講到布魯克林區 可能大家還沒辦法意會到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廣告 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雷諾這一台車 像我剛剛講的雷諾五號的 第一台車型 它其實曾經有在美國市場 販售 販售過 可是雷諾這個品牌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車都是走這些 就是當初啦 當初它都是走的這些 比較平價親民 然後就是這種比較 比較小小可愛的 緊湊一點的車型 可是這樣的車其實在美國市場 並不是特別的受歡迎 對 因為美國人喜歡大車 對 喜歡大車 喜歡V8引擎 喜歡大排氣量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對於說 美國汽車市場的一些 傳統的觀念 對 那其實相對的美國的消費者 他們對於這種比較小型的車 自然也比較不受到喜害 所以雷諾這個品牌在1987年 就已經退出美國市場了 講到這個退出美國市場 可是為什麼雷諾要在這個美國 這個布魯特醫學區 要刊登這個廣告呢 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上面這一行字 它寫說 The car is back 是不是在 就表示這台車要回來 這個市場了 雷諾要重回美國市場了 沒有 它有彈出 下面這一行字 小小的字 But not for you Dissolay Dissolay是法文 就是Sorry的意思 是 就是這台車回來了 可是它不是針對美國市場 就是說美國 就是你美國買不到 對 美國車迷 美國消費者 還抱歉 我給你看 就是現在 有點像是雷諾 他就是跟美國的市場說 我有一台那麼精緻 那麼漂亮的電動車 我給你看看 不給你買 你買不到 是 就挑釁而已 因為還蠻濃厚的 其實蠻挑釁的 而且蠻惡搞的 可是其實我覺得說 以廣告學的 出發點來說 廣告要做什麼 為什麼要做廣告 它就是為了要宣傳 為了要推廣 而且要有聲量 對 為了就是要創造聲量 那這樣的廣告 其實美國布魯克營區 它本身就是一個 很多觀光客 人來人往的地方 所以其實也有很多的 歐洲觀光客 到美國紐約去旅遊的時候 其實也會來到這個布魯克營區 看到那麼大型的巨型廣告 我們法國的雷諾品牌 也有在美國觀光區 刊登那麼大的廣告 第一個 法國人覺得說 很驕傲 很有面子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其實全世界來到 就是美國觀光的這些觀光客 他們看到這個廣告 自然也會留下一個很好的印象 因為其實這樣的車 你看其實搭配後面這個街景 其實還蠻 對 很match 對 很match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這樣的廣告 你說在美國雖然沒有販售 可是我覺得它也是達到一個 很棒的宣傳效果 沒錯 好 謝謝阿克 起碼他讓我們節目拿來 好好的說了這一題對不對 所以真的達到了這種宣傳的效果 但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難道精品級的車款 一定都是小車嗎 大車就沒有精品車款嗎 小鐘 我覺得一定是不一定不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還是得看說 品牌它對於他們的質量產品 如何去做他們這個 個性化的一個走向的設計 那我這邊列出來 有就508 ID Bus 富士ID Bus 跟這個Rivian的R1T 那你光看車型 就覺得這三台車其實 你看 它是房車 它有威根 然後就是一般吊車的感覺 它居然是MPV 而且是有點比較方方正正 跟精品 就是有時候會覺得 怎麼聯想在一起呢 對 更不要說這個東西 這個皮卡 對 你怎麼說它精品 是美國車的皮卡 好 我們一個一個來 稍微把它解釋一下 說明一下 其實我覺得 就這品牌的話 不管你是房車還是SUV 只要說到這品牌 我想大家應該就 這個認同度已經沒問題 所以它這車子的設計感 質感 細膩度 風格是非常強烈的 那以這個508來說的話 當然我覺得蠻可惜的 508因為後來在國外 已經小改款了 你看它現在的樣貌 跟之前台灣已經過的 這個樣子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它更帥了 什麼什麼仿生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這都不用多說 因為每一台的普及都這樣子 那它主要是在把原本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原本508是台灣販售 小改款之前的 它這日行燈是一種獠牙 兩根長長的 你是說SW嗎 對 就那時候我們只有 引進那個SW SADEN有 很少很少 可是大部分大家都喜歡SW 更漂亮 更流線的 更修長的外型 那可是小改款之後 它變成一個三爪的 十爪的一個日行燈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 很多繁複細節 這個水箱護照的設計 那頭震的樣式 也變得比較銳利 但我覺得這些都只是一個 基本的一個設計 那內裝其實也是這樣子 如果大家印象的話 其實對於普及的內裝 其實我們我覺得 連手它相對入門的產品 2008這種跨界的小修 也很精緻啊 對 它很多戲的人覺得 OK 到底有沒有這樣做 說真的法國人 他覺得沒有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的設計是好看的 那實不實用 拍誰 不是他考慮的點 他就是要與眾不同 那你抓裡面是感覺 你是很特別一個設計 那包含比如說 它的儀表板 除了是懸浮式之外 然後其實最讓人家印象深刻 什麼3D裸式有沒有 它浮在兩層的設計 各種的顯示立體感 很特殊很特殊 所以你說精品 一定是小車嗎 沒有 就算是房車 微梗旅行 甚至它可以灌輸到 每個品牌裡面 每一款車 對 它都是這樣一個設計 我覺得它最精品 應該是它的方向盤 我最愛不救的方向盤 很多人它不習慣 可是我覺得它是調位置的 我覺得它轉向很精準 因為它方向盤的盤幅夠小 對 對不對 對於女生來說 我覺得掌控車輛 我覺得更好 對 其實除了 而且我覺得這有一個重點 不一定是盤幅小 掌控油 還是跟車輛本身的底盤設計 對 有關係 或是最簡單 可能A柱的角度 我現在轉了 轉起來我覺得好轉 可是我A柱角度 我去影響到我視線 你也覺得開起來 哪邊疊手疊腳 但因為以我女孩子的角度 來看的話 大的那種方向盤 第一個 我會覺得轉起來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小車的話 因為你轉起來比較輕鬆 所以你會覺得 轉起來的手感會比較好 沒錯 那我剛剛講 我剛剛講的 它包含整個內裝的設計 其實都有去連帶關係 連椅子啊 其實都很精品的感覺 好 那輻射ID-Buds 如果大家有清楚這台車的話 其實這台車台灣快上市了 應該年底以前 一定會正式的販售 因為它已經曝光了 我記得有一兩次兩三次了 台灣到底會進長軸 還是短軸啊 基本上應該第一次長軸 長軸 然後會有所謂的 單馬達的版本 跟GTX的雙馬達 式的傳統版本 那其實ID-Buds的話 他們當初出來 母廠原廠德國裡面 它是跟T1做連結 OK 當然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它就是一個純電版的 這個MUTIVAN也好 就是這個T6 T7也好 那其實它外觀 你說它精緻嗎 我覺得是 而且還帶一點可愛的風格 沒錯 那它精緻來自於說 一些小巧的細節的設計 然後就比較走精緻的風 不會像是 因為MPV嘛 約制性如果你跟T1 T6 T7 MUTIVAN做連結 好像有點商務商用的感受 但它這部分 到底又都沒有 包含內裝設計 內裝設計我覺得 它是走現在我們比較習慣 看到比較多的所謂純電車的感覺 我以為你說簡約風啊 對 我覺得它相對比較簡單一點點 然後在所謂的商用氣息的 這個比較方正MPV的車款上面 覺得哇 它好像很精緻 再加上顏色的搭配 我覺得這一次顏色 色彩學這件事情 在IDBuds他們運用的很徹底 它儘量活潑之外 然後又不會那麼的招搖 所以那看起來 因為顏色搭配 讓你覺得開闊度也好 視覺感也好 視覺質感也是 看起來是更好 更往上提升一個成績 那這台車 Livian RT1我覺得最特別 我剛剛提到 這個美國人最喜歡的皮卡 又是美國品牌 那才一才純電車 到底跟所謂的精緻 精品這件事有什麼連結 而且一般美國車 不會跟精品連結這麼快 對 就皮卡是一個點嘛 然後美國品牌是一個點 對啊 我就抽抽 個性 對 我不是我做不出來 是我不需要嘛 美國人不走 不愛這一套 美國人愛實用 是不是 耐操耐吐 對不對 可是RT1真的比較不一樣 如果你是跟Tesla比的話 其實光是內裝 他們強調 我走北歐的這種風格 真的喔 欸 只會 我是美國的皮卡粗礦 然後走北歐風格 然後我給你木紋 有三種的選擇 木紋是三種 讓你做搭配 然後內裝當然 就是大螢幕在這邊 可是你看它各種材質也好 顏色也好 或者是金屬件 跟塑料一些搭配 它確實跟我們印象中的 我們講最質疑 同樣是美國品牌的電動車 Tesla 完全截然不同 對 甚至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它電動車 它前面有這個車頭的置物空間 有311公升 容量很大對不對 好 容量大到其次 可是它車頭掀起來 那個置物空間 一般大概就是 你都是硬塑膠嘛 對 就防水的 就這樣防刮嘛 就可以放東西就好 容量大就好 頂多在一個LED照明 它也真的不是這樣子 可能底板的紋路不太一樣 然後側邊又一些 裝置的飾調去做搭配 看起來就是個精緻的 好像很舒服的 當然我人不會坐裡面啦 就感覺是車頭掀起來 它這些細節上面的設計 都是相對精緻一些一些 我好期待喔 好想看喔 所以這台車其實 我覺得美國人到底 不管是房車啦 MPV啦 或是美國人的這個皮卡 粗礦風啦 到底要不要走精緻 還是說在於說整個品牌 對他們各自的產品 在所謂的產品線的設計之下 他們想要走哪個方向 如果豪華品牌除了昇華之外 還能夠更加的精品嗎 艾達 可以 我們剛剛看的精品小車 我們剛剛講說是人身配件 對不對 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是所謂炫富的工具 因為其實品牌 都會為了他們的頂級課程 去打造一些特別的車種 首先可以看到這部是 麥巴赫的這個G650的LANDLOG 這個車非常非常的特別 你要知道這個意思 這個名字 這個字的意思是 當就是十七世紀 這些人做什麼 做的是馬車 馬車 棚車 看電影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有開棚的馬車 還不是一般人可以坐的 就是前面 在碰碼那一個是輸機有沒有 然後後面那個王公貴族 才會坐在上面 在那邊烙旁享受陽光 然後可以在那邊跟民眾揮手 這樣致意這種游街的概念 所以那個馬車的 那種馬車就叫做這個LANDLOG 那所以這一部呢 Marsitz Maiba的G650就 因此而誕生 你看到沒有 前面就是一部GCARD 但是後面其實整個打開 變成了敞篷的一個概念 而且它其實加長加高 很多人說它是不是用這個 四乘四的車身來去做改造 沒有 它是獨立生產的一個 這個車身來去打造 而且用上的是六乘六的V12的引擎 非常非常驚人的一個動力 那後面還背了一個超大的備胎 好 重點不在這裡 重點這一部車啊 真的就是那個王公貴族 做的那個馬車 因為你知道冠儀 它其實B柱上是有一個 私密隔屏的 真的喔 對 其實司機就是控馬那一個人 就是控制這部G650 駕駛座就是司機的 對 那後面才是這個 王公貴族獨立的兩座空間 看到沒有 只有兩個座位 而且後面是電動的棚子 可以打開 而前面這邊看起來像是 車頭的這個中控面板對不對 其實這裡是私密隔屏 是把B柱以後呢 跟駕駛完全分開的一個狀況 而且這個車全球限量只有99台 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台灣有這個車商有導入 真的喔 有人有 有一台 而且也有人買 當時的報價據說是 在六千五百萬台幣 天啊 買到一台這樣子的 這個麥芭二G650 那當然麥芭二本來是一個 這個獨立的品牌 現在併入賓士的旗下 所以它都會以賓士的車 來去做一些 基礎 來去做改裝打造 那當然麥芭二的S650 其實很稀鬆平常 但是這一部不一樣 因為這一部叫做ProMan 你看到沒有 這個車長相當的長啊 達到了6米5的一個車長啊 而且它是六人座 六人座 對 六人座 好特別喔 我們現在聽到六人座的 至少也要什麼 什麼MPV啊 或是LSUV 這樣的這種六人座對不對 所以它因為家常的關係呢 所以它在B柱以後啊 一樣是私密隔屏 封閉起來的狀態 而且它B柱以後啊 有兩排座椅 是對座型的 第二排座椅的椅子 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就是給這個 李秘書 李秘書坐 譬如說我謝老闆坐在後面 李秘書就坐在對面 跟我報告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開會啊 跟誰開 它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 邏輯概念的設計 這太不可思議 因為它是在房車的基礎 怎麼會有這麼大空間 有這麼大空間 所以它的車長相當的長 加長到了六米五 這個車子呢 也有導入 真的在台灣 台灣也有 報價超過三千五百萬的 一個這個金額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炫富的工具 因為畢竟如果 我有三千五百萬 我有六千五百萬 我不可能來 全入買這個車對不對 拿三分之二買個房子 先住在那裡面 剩下一千萬在想看要幹什麼 是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狀況就非常的有趣 因為這兩台車 其實在國際市場上面 你也不好 不好採購 因為北韓的這個領導人 金正恩就有做了一部 這個家常的 Purman 所以現在這種家常型的車子 還要深加調查 這個審核 你的條件 你能不能購買這種家常型 如果你不是這個政要元首 高級人士 你也 你想要炫富 還不賣給你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剛提到所謂的這個 精品的概念 其實前幾次節目中 還記不記得我們有講到說 這些桃花品牌 都跟潮牌做聯名 對 因為如果你現在 Hashtag Purman 誰看啊 對不對 你現在Hashtag G500也沒有人看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是跟潮牌結合的話 很多的年輕消費者就會看到 原來潮牌還可以跟車輛做結合 如果我是一個潮牌的鐵粉 我也希望能夠擁有潮牌的車子 而且甚至我就看到 這樣高級品牌的車輛 最後以後我可能會成為 這個品牌的使用者 那當然現在呢 以往對於這種 有錢人炫富 就是除非要嘛你開這種車 要嘛他們是屬於比較低調的類型 現在都是屬於外顯示 所以你看現在很多精品 都把那個Logo做的整件衣服 都是Logo對不對 所以現在麥巴赫也學會了這一套 來 我們看一下 他在這個原石灘才做了 這個最新的車子的展示 你看到沒有 EQS的SUV680 9Series跟SLS680 這個都是全車滿滿的麥當勞 不是 麥巴赫 這個你看 光是他的這個輪圈的蓋上面 就有很多人說我是密集恐懼症 我是受不了 因為他全車都是這個麥巴赫的Logo 甚至他的B柱 他的像這台車好了 SL680好了 你看到沒有 他的引擎蓋 整塊引擎蓋做成黑色 然後所有引擎蓋都是這個麥巴赫的這個 粽子在這個地方 是 看起來好像那個 LV的老花有沒有 對不對 就經典的那一個 其實現在LV也是最流行就是老花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沒有 他這樣的一個鋪陳 就是這樣類似這個 現在時尚潮流精品的一個操作概念 所以其實在整個消費市場上面 或者是人們對於生活的體驗 享受跟財力的展現上 都已經有跟以往不同的一個這個 想像跟不同的這個發揮的空間 所以汽車品牌也針對這樣子的 消費需求去打造出來這樣的車輛 雖然說現在 還是屬於試水溫的階段 但是如果真的受到歡迎的時候 或許在三年 五年 八年之後 整個汽車的消費的型態 會轉變成為這種所謂潮牌的狀態 就最後會驗證出什麼 講哪一句話 電池越來越便宜 電動車以後是平價車 有錢人就要買這種高級 藍油車 是 好 謝謝艾大帶我們看到 這麼奢華 這麼高端的一個產品 當然這些東西距離我們真的太遙遠了 有沒有更多比較親民一點 我們比較容易入手的選項呢 當然有 你想要精品的話 歐日韓其實也有喔 Rick帶我們看看 沒有錯 其實剛剛那個 艾大講的那些確實是比較高端 比較豪華 甚至有些客製化 限量的那種品牌 那其實在台灣市場呢 我們不用那麼高 其實一兩百萬 其實還是有蠻多選擇 比如說Nissan的Aria 那這台車呢 其實在台灣剛發表沒多久 其實我們也試駕完沒多久 那其實我們在想到日式的那種 精品的質感 或者是日式的設計質感 日式設計的美學的部分 我們消費者可能會常常聯想到的是 Mazda Mazda一些混動的日式美學等等 其實Nissan他說不一樣 他說我走的日式美學 跟Mazda那個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其實在整個設計美學上面 他有點強調經典的復刻 他把就是日本人非常習慣的 這種日式的 和式的這個設計美學 融入到車子裡面 比如說他的燈組上面 他用日式的這個組子 那那個組就是燈組的這個組 組合的組 那他組子的意思就是說 他不用任何一個螺絲釘 他也不用任何一個釘子 去把木頭給拼接起來 那種比如說他可能拼成一個 緊織型的或者是用斜紋的 菱格紋的 全部都是用這種組子的意思 把它拼起來 所以其實在燈組上面 有這樣的一個設計的概念 然後再來是一個這種日式的原廁 那原廁就是一種日式傳統的房子裡面 就是你在和式房的門口打開的 那個門廊 那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是 我們可以把它理解成現在我們家裡面的 那種陽台的延伸 因為你日式門打開之後 因為你都很大片 然後你的門廊也要很開闊 然後那個地板 它基本上都是用木紋拼接 可能會有很多的紋路 甚至會有很多的這種線條 有些人會用不同的配色 所以它會讓整個 假設你真的是日本人 你會覺得在裡面看到 滿滿的日式的這種 美學的設計細節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ARIA這台車 我們在試駕過後 其實我們覺得 其實在整個內裝的質感的氛圍上面 對 無庸置疑 確實跳脫傳統的你知道嗎 沒錯 然後再來國內的話 講到精品我們不得不提到的 是MINI的車型 但MINI Countryman 當初在產品發表的時候 我們去聽那個產品簡報 它確實有說 它有像第一代老咪致敬 一樣是一個大大的儀表板 放在這個儀表板台的中間 然後基本上它現在當然是 用成全數位的歐爾E的呈現 然後當然它呈現的那種畫質 是非常棒的 那你想想看 你會乍看之下 你會覺得 那只有一個這麼大的螢幕 那不是跟特斯拉一樣嗎 就是一個大的螢幕 內裝好像沒什麼 其實如果你跟SE這種車型比起來 一樣都電動車 那如果跟特斯拉那種大平板 這樣比起來 我相信是 它比較精緻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跟冠儀一樣 都會覺得說 MINI雖然說一樣是一個螢幕而已 也沒有什麼實體按鍵 但是那個內裝的精緻感 比如說中控台的儀表的那個 它的一個皮質的包覆 對 或是它的一個飾板的這個顏色 甚至還會 它的日行燈是從飾板上面 透亮出來的 對 那種一些設計質感上面 我相信大家應該會選擇MINI 因為它也許用料 並不是說所謂的高檔 高檔 對 可是它透過設計 是一些巧思 然後以及不同的搭配 材質的搭配 所以你會覺得它真的很精品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它就是用這樣子的 不管是在飾板上面 或者是對比色上面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鋪陳 材質上面的那種運用混搭 然後讓整個內裝質感 呈現的是我從經典之餘 我還開創了一些創新 然後我一樣讓我的MINI的族群裡面 看到一進到MINI的車內 還是會怦然心動 甚至於它還用一些那個 對環境友善的材質 當然 對 你就覺得很潮的人 我還是跟我們世界的潮流接軌 對不對 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KIA的EV9 我覺得它做得非常成功 因為它外觀看起來就是 跟以往的KIA是截然不同 比如說它LOGO也改了 然後它外型的設計的一些 當初的家族外元素也改了 我們KIA接下來的車子 可能都會用類似像的一個 比較科技 比較科幻的感覺 有外型的印象 來去營造世人對它的一個印象 那其實它現在這台車 因為畢竟它是大型的LSUV 其實它的最主要的內裝的部分 是非常非常的豪華的 它雖然說在整個材質 用料上面並不是最頂級 但是它可能會運用很多科技化的成績 比如說它有大尺寸的 雙12.3吋的東空螢幕 然後用比較高階的這種數位的科技 甚至你想要買到EV9的話 基本上你還可以選擇六人座 或者是七人座 其中六人座還有那奧特曼的座椅 它還可以在內裝第二排 就可以進行這個旋轉 所以還可以讓後面有點像 對座的那種感覺 讓它開會的那種感覺 然後那奧特曼的座椅是非常舒服的 還有很多這種調整的機能 所以它在整個內裝的科技感的呈現上面 豪華度的奔穩上它一定都非常好 雖然說它的皮革並不是最高檔的 但是它也一樣用融入了一些混搭的概念 就是永續材質去柔和這種皮革 你摸起來的觸感 你做起來的質感 其實真的我們分辨不出來 也很高級 然後又全車又是MARIDIAN的 那種高級的環繞的音響 所以你一做進去 你如果把LOGO給遮起來 你確實聯想不到它是一台韓國車 但其實它整個在韓國車 在這幾年上面 不管在科技上面 豪華度的這個提升上面 其實它們真的下足攻擊 對 而且它也慢慢朝向 那個準豪華品牌嘛 對不對 對 是 好 謝謝Rika 當然我們看到了這些車款 的確新世代的車 做得真的是越來越精緻了 而且越來越科技了 接下來還有讓大家期待的新車 小鐘帶我們來看 對 其實就是在車期 我記得最早應該是理論上 之前應該說年初就要在台灣政治上 後來延遲到現在 在八月下旬正式發表 這個 Hyundai Kona的Electric 純電版的第二代的Kona 那這一次 其實它們分成三種配備等級 不過在動力的配置上面 統一都是搭載的小電池 48.4度 因為去國外還有比較大的 64.8度電池 那小電池的版本的話 照NEDC規範的話 它的續航力是448公里 那老實說 NEDC規範的話 比起WRTP 它會比較樂觀一點點 是 對 所以我覺得 樂觀滿多的 對 樂觀滿多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做參考 因為看起來他們的 一開始我們以為 我們以為說Kona它 我們清楚有聽到說 就是打算只進小電池 那進小電池是不是想要把價格 稍微壓得更親民一點點 對 那老實講我個人的感覺 它最後開出的價格 因為三個版本 這個最基礎的售價是 139.9萬起跳 那我個人是比較有點小失望 因為我覺得以為 可以再稍微再更親民一點點 或者說 就我們換個方式 想如果139.9萬的 這個起跳下是大電子版本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 可以接受 對 覺得還不錯 好 不管怎麼樣 那目前它分成三個版本 那剛剛講的 入門是139.9 然後網上的 這中階版是149.9 多了十萬塊 那多了十萬區 多了配備還滿多的 什麼兩張椅子 前桌邊電調 電動調整 然後有多了環景 然後有盲點的 這個影像輔助 然後有感應的尾門 原本電動尾門 多了感應的功能 然後車內的V2L 你可以在車內之間 有些可能筆電啊等等的 所以到中階才有 對 然後包含 這個後座的出風口 也是要到中階才有 那再多五萬變高階 高階其實主要是 外觀一些差異啦 可是外觀的保感啊 然後一些細節比較 加入所謂那個 那個它的一些 新的一些設計元素 那看起來我覺得 我還是滿期待 因為其實Kona對我來說 尤其是第一代的Kona 它是比較 屬於跨界CUV 又多以運動感覺的這個產品 那進入到第二代以後 當然因為趨勢的變化 它開始 目前台灣就以純電版本 作為一個主要的產品力 不過我還是覺得 滿期待它開起來的一個感受 那說到這個Kona 其實它比較屬於這種 中小型的CUV 那我們之前也常常在聊 其實中小型的CUV 看起來目前這個車款 選擇越來越多了 對啊 包含現在我要講的是這個 Shikoda 主要在台灣電動車 其實最近剛發表的 這個安雅格 但事實上在國外 母廠已經推出一個所謂的 車廠大概落在四米三左右的 一個Log是不是 對 沒錯 那其實它原型車已經出來了 都給國外的車媒 進行一些試駕 不過它整個整體樣貌 還沒有正式的定裝 我們可以現在看一下內裝 內裝其實這張是手 比較類似電腦繪圖 但其實我猜 八九不離遲 就是這個樣子 那乍看之下你就覺得 好像跟台灣現在 已經開始賣這個安雅格 安雅格有點像耶 對 其實蠻像的 不然中控台的螢幕 甚至你可能覺得 好像只有翻盤盤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它這邊的話 也許就是一個所謂的 新的家族的內裝設計的風格 那包含其實他們另外 想要一個重點 為什麼整張圖片 已經看綠綠了 對啊 你不要跟我講 它的門板也是綠色 座椅也綠的 沒有 它想傳遞的是 他們很多的材料 都用永續的材質 原來是這樣 所以在整個視覺感 這個視覺印象上面 帶點綠色的風格在這邊 然後它包含什麼漁網 廢棄的織物 寶特瓶等等的 可以永續回收材質 運用在車輛的 一個內裝的材質上面 我覺得算是一個 比較新的一個方向在這邊 那看起來的話 目前他們有公佈 他們動力的規格 應該說型號 有50 60 85 跟85X 那你看它最入門是50 這個數字代表就比較 比較入門一點點 對 電子可能比較小 對 沒錯 那看起來的話 它的入門最大馬力是170匹 那你要到最高規 剛剛講有四個版本 50 60 85跟85X 要到最高規才是 雙馬達四輪傳動 那你看N-YARC 它起跳是85 它的車型型號是85 都是81度的那個電子碼 對 所以你看 大概從它的這個車型 命名就在知道 就很清楚知道 這台車型一定定位在N-YARC之下 那我剛才提到 去國外車 沒已經開始進行 這個原型車的測試了 那我相信正式亮相曝光時間 應該就是在最新 應該是很快可以看到這台 最新的Skoda的 中小型的CVV的純電車款 除了一般品牌的新車之外 豪華品牌的新車更多 而且主流似乎已經轉向了 PHEV是不是來的 這很有趣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Masini Space的GLC 推出了350E 這E代表什麼意思呢 到底是純電車還是什麼 其實不然 它是搭載了四缸的 渦輪增壓引擎 再配上PHAVE的一個 電動馬達系統 不是那個48V 又不一樣 是PHAVE的一個 可以插電的一個電動馬達系統 所以它在這樣的一個架構之下 可以來到313B的最大馬力 所以其實是蠻強的 而且也有很好的 油耗表現 因為PHAVE的車型 你可以看到 它是可以另外在充電的 對不對 對 甚至未來它也可能 也可以有供電的一個 這個機能 不知道 看它的車廠的設定 是什麼樣的一個考量 不過我覺得冠儀剛 講到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未來的趨勢 現在開始是不是開始 走向所謂的PHAVE 這樣子的一個這個概念 我們首先看到 剛剛賓士出了對不對 那B&W的X3 其實這個在台灣市場上面 目前是非常受到關注度 以及期待等待它到台灣 銷售的一個這個車型 那事實上呢 它也推出了這個301的 這個X-Drive的車型 也就是說它配置的是 一樣2.0升四缸渦輪增壓型 再加上PHAVE的電動馬達 達到299匹的一個最大馬力 你會發覺呢 雙B每次都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真的 有沒有 同級巨的對手 是 300匹的上下 PHAVE的這個動力來源 而且B&W非常的有趣 以往我們會說 賓士做的純電平台跟油車共用 對 電車賣得不好 然後B&W是油電共用的一個平台 所以它只是在動力的選擇上 有所不同 消費者很容易 進入這樣的一個電車的世界 所以它的電車賣得非常好 不過在B&W X-Drive上面呢 可能又有不太一樣的想法 對 還有出現的這個iX-3 也是用的是 New Costco的一個平台 並不是用這一款車子 不是油電共的 換成電動馬達 動力來源所去打造的一個平台 對 這就是可以觀察很多的一個重點 因為呢 當年大家在做電車的時候 說要做純電的平台 事實上這個賓士算是滑鐵 那B&W呢 有吹出純電的車子 是屬於實驗性的 比如說i3 i8 它並沒有跟它長飯車款 做的一個相結合 那它長飯車款 採用油電共用的一個平台 對不對 油電共用平台 然後賣得不錯 不管i4 現在目前馬上開來的i5 未來我們要期待的這個X3 到X3又變成了 New Costco的這個iX3的這個平台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當現在大環境風向在改變的時候呢 B&W是應對的非常的快 對 它馬上就轉了 不能講它馬上轉 它是準備好在那裡讓你應對的 而且我覺得它應該是推iX的時候 它看看市場上的接受度 因為iX是純電的 對不對 所以iX3 然後呢跟它不同的平台 也就是說呢 未來呢我可以確保 當走回燃油系統 或是走到PHAF的狀態之下 我是沒有辦法 沒有問題 對應上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呢如果你們要買純電車呢 我也有純電平台架構的車口 我已經很平安順利的度過 這一段青黃不接的這個混動期了 那現在呢 它再把它切開來 對 因為未來怎麼走不知道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奧迪Q5的大也好 因為畢竟BPA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品牌 那奧迪Q5就覺得就怪了 因為現在奧迪的政策是什麼 激速也是135 會是什麼 油車 會是油車 然後雙偶速246會是什麼 會是電車 所以這一部車呢 應該是什麼 油車 對不對 那也它應該要用成它最新的一個 系統平台架構 大家在想說 那雙B都走了什麼 PHP PHEP 那 奧迪Q5有嗎 不知道耶 對它消息好少 目前根據外媒報導 它還在走48伏 也不是不好 並沒有說不好 因為其他車子還是有48伏對不對 但是當大家從48伏 變成常態化的時候 開始往PHP走 就好像 你沒有進步啊 你還在做48伏 還是要想直接跳過PHEV 直接還是就純電這樣 純電跟48 我不曉得耶 你看這就是壓寶的問題 對 是不是 結果如果純電它OK嘛 它有這個246嘛 它有純電嘛 它有燃油對不對 是激速什麼135嘛 對不對 那PF呢 或是48伏呢 都放在燃油引擎上 其實跟賓士編的 不是現在路數是一樣的對不對 但是 可是人家找一步了 人家現在 在走PHEV 對 它還沒有 它還沒有 所以這個是 有一點危機感的一個 我是覺得有一點危機感 而且外媒 其實也是這樣的表示說 怎麼還在48伏而已呢 對不對 原來是這樣 好 謝謝愛戴 但我們看到了豪華品牌 1A2B的這個新車 除了這些豪華中大型的 這個休旅車的消息之外呢 其實有一款呢 陪著我們台灣人 一起成長的這款車 大家一定很熟悉 也進行的小改款是不是 我沒有錯 其實它在泰國啦 其實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Civic 那其實繼美國跟日本之後呢 泰國也進行了一個 Civic的一個小改款 那我們知道泰國其實離我們 算是滿近的 因為畢竟它在HONDA裡面算是 跟我們一樣是屬於亞大區的 那所以它要改款的消息 也是值得我們關注一下 那其實這次呢 它的一個改款的規格 基本上是用那個 美規的車型來進去延伸的 所以你要看外觀上面 也很像泰國R的風格 然後也推出兩種動力的選擇 就是一個就是1.5的渦輪增壓 然後再來是2.0的EHAF 那2.0EHAF其實台灣的市場 Pasific現行 就是用2.0EHAF的這個系統了 當然大家可能會有一些 新的內裝的設計 還有新的Google的設計等等 那當然這是泰國的規格 那台灣之後有沒有 可能要等到台灣本田 後續的這些消息來跟大家公布 我們現在在台灣市場 能夠買到的Civic 其實是用進口的身分嗎 那小鐘之前我們私下聊的時候 你說希望它能夠回歸這個國產市場 對 如果說以市場規模來說的話 當然現在還是以休旅車為主流 你怎麼樣都不會想到 我會去再做一台中型房車 但我會覺得你看 現在國產中型房車除了Artist之外 好像沒別的選擇 還有Centra 那你Artist 因為我看Artist GX Sport 你看最頂規的Artist 最貴要超過90萬 那如果今天Civic我改成國產 因為現在進口的EHAF 要超過140萬 我改成國產之後 然後我不用EHAF 不需要 我就用CRV現在那一套 1.5渦輪 這套引擎 雖然說它沒有什麼48V 什麼電氣化的一個設計 但是其實開過CRV都知道 這套動力系統 不管是動力輸出 馬力的這個充足性 包含節能性 它可以取得一個非常平衡點 那我把它放在這個Civic上面 其實就是剛剛有提到 這個國外沒有RS也好 或是美國的SI版本 就是配到這套動力系統 那193P的馬力 配上這個中型車體 那怎麼開起來你就覺得它 一定會符合所謂的Honda 這個族群的喜愛的感覺 就是操控感 運動 對 一定會寫 我沒有Type R沒關係 我沒有SI沒關係 我有國產的這個1.5渦輪版本 那價格呢 OK 你可能會比 對啊 你可能會比Artist貴 沒關係啊 很合理嘛 Honda的這個印象 沒有關係 那你賣100左右 那我覺得好像可以啊 這是我自己的幻想跟想像 就是也許大家一直來 一直把焦點放在這個休旅車上面 然後當然也期待未來HRV 可以換上E-HAVE的動力 那一定會有 可是那房車部分 中型房車 是慢慢的選擇性越來越少之後 它的需求度可能還是在 也許真的有一些銷售量 一些銷售空間 可以去操作 可以去嘗試一下 對 如果你開一個工廠銷售 我一定幫你捧場 謝謝你 除了Civic的消息之外呢 其實中大型的房車 也有新消息喔 難道下一個轎車時代要來臨了嗎 其實像這個中大型房車市場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這幾年在台灣 就是有呈現這種 逐漸下滑的趨勢 可是呢 就是目前主要 主力在銷售的那幾款 譬如說像TOTA的Camry 對 或是這種Crown Cross 這些車 其實他們都賣得還算不錯 對 所以說你說中大型房車 在台灣有沒有市場 其實我覺得一定是有的 對 主要是我覺得這個產品 它要就是夠突出 夠有特色 沒錯 它自然的話就會有這個市場 會有這個就是車迷去 去就是喜歡它 去捧場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像這個MG 他們有推出一台MG7 MG7這台中大型的轎跑 載車其實它在2022年的時候 就已經就是先發表它的外型 然後它在這個2023年的時候 在這個中國市場正式上市販售 然後這台車其實我自己就分享一個 就是跟MG台灣 MG台灣就是有這種聊天過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這個之前 MG4在台灣銷售之前 其實他們沒有說一直說正式的公開說 我們就是MG台灣在這個2024年 就是要銷售MG4載車 其實他們在之前他們一直在評估說 到底是MG4要先來 還是我剛才說的在MG7要先來 就是這個其實這個順序 在這個2023年底的這個時間的話 其實是還沒有去百分之百決定說 到底哪一台車先來 因為一個就是說要觀察說 這個電動車在台灣市場 有沒有就是後續 有沒有就是說 有沒有市場 對 有沒有市場 另外一個也是要觀察說 那MG7這台車如果進來台灣 要用什麼樣的價格帶 要用什麼樣的市場集聚去切入 才會有這種好的銷售表現 可是如果它規劃MG7要來 它應該很早就要佈局了 對不對 因為這台車其實它跟MG4一樣 這兩台車其實它問世的時間 都是非常短的 都算是一個就是很全新的產品 它並不像說之前HS或ZS 這些是已經在國外上市一陣子的車 所以這個車其實他們可以 是去同時評估的 所以我其實現在也可以預測就是說 因為他們之前MG台灣說過一年以來